哈喽大家好我是圆子 那这一期呢是一个米其林探店 一起带你们去吃那些昂贵的米其林餐厅 然后我今天要来这家呢 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在他的脚下 这栋楼有多高 超级高 然后他应该算是现在全上海最高的一个楼 上海中心 然后这家餐厅呢就是在他的68层 所以算下来呢应该是全上海最高的一家米其林餐厅了 我们就一起尝尝这家这么高的餐厅 味道怎么样 Let's go 那他的本店呢其实是在法国的伯克地 然后开了已经有100年历史 就是1921年的时候成立的 到现在差不多连续拿了30多年的米其林三星 在开法国的店 那这家上海店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 才开了有3年左右 拿的是米其林一星 各位看到我在拍摄 那么店员给我拿了他们主厨的那个书 然后他们武士的话一共有三个档次的套餐 然后488888和1488 然后我选了中间的888 中午来吃的话就是四到十一个前菜 然后一个海鲜的乳菜 然后再是一个肉类的乳菜 最后是一个甜品 一个比较标准的 白餐的午饰会吃的四到十 然后再加上一些甜品 然后餐厅面包 以及最后可能还有一些小点之类的 所以白餐是完全不用担心吃不饱的 他的本店是在 法国的伯克地嘛 也是一个出产葡萄酒非常非常著名的地方 然后所以呢就 我也选了一个来自伯克地的酒 作为餐酒的搭配 这是他们特别经典的一个餐浅小点 叫鸭干慕斯 好看 它外面的这个黄油脆壳 特别特别的薄 然后里面是鸭干慕斯 然后做的比较清爽 不会腻的那种 这是第二道餐浅小点 中间的海螺 这地还是很Q的 这个是伯克地的蜗牛 然后它这个蜗牛做法还蛮特别的 咬的蜗牛球 所以他们家是会在三道餐前小点多 上午之后 才去选那个你要吃那个套餐 它炸过了那个安全的中间还是半熟的 特别嫩 然后周围的话是蘑菇脆片 和菠菜脆片 脆脆的口感还有空气感 然后底下的这个慕斯也是蘑菇的 所以整体是会比较厚重一点 我点的主菜一道都还没有上 我现在就已经很开心了 它的几个餐前小点真的还蛮不一样的 就整体就是口感层次又很丰富 然后也是比较清爽比较开胃的 所以就很让你对接下来的这个酒餐 充满了细带 喝口水 这边是邦菇带的餐前面包 一共提供五款面包 分别带的是古屋的面包 然后这边是一个玉米面包 中间是行业千层 比较经典一下也是受欢迎程度最高的 外面是脆的里面是松软的 以及第四款带来是板栗的面包 最后一款是小板栗 比较硬一些但也会有脚筋一点 那我还有三天的这个 还有三天的板栗 好嘞 然后这两个黄油的话 这个是比较经典的 然后这个是一眼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思考来选择 据说它们家黄油超好吃 那第一道菜它的名字叫做四川三文鱼 看那个名字觉得是一个很重口的菜 其实完全不是 它只是取菜 它选用的是四川那边的一个带水的三文鱼 然后它整个第一道前菜的做法也是很清爽的一道冷菜 同时我特别特地喜欢它那个粉色的脆片 粉色的那个啫喱 然后它应该算是拿葡萄 然后做成那种冰沙的质感 在一盘它吃完之后最后吃那个冰沙特别清爽 喜欢 一大块的鲑鱼 鲑鱼感觉中式做法里面还挺常见的 但是西餐里其实不是那么常用 鲑鱼的肉质是那种 是有一斤点弹性跟韧性的 它嘴里就是满满的鱼的那个鲜味 因为它酱汁用的也是BOKONDI比较经典的一块 有各种小的鱼做成的酱汁 所以就是你酱汁的感觉就是在那个 鲑鱼的鲜味上又增加了一层 让一下这个神奇 鱼做的这个褶 有点像我们常吃那种鱼饼的感觉 它居然把葱做成了这种洞 里面都是一颗颗细碎的小葱 这一份是今天的主菜 然后我点的是它可以选乳猪或者鸽子 然后我选的是鸽子 然后是他们家一个非常招牌的菜 你看到这个小小的 这个就是鸽腿 然后这块是它的主体部分 上面的话是一个面包脆 然后面包脆你把它翻起来 中间的话就是有一层鸽子的干根 压干然后做成的泥 然后对底下的话是鸽胸肉 我们来切一下 切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 鸽子做的非常的鲜嫩 然后看到它有一点点的红色 是因为它经过熟成之后的一个季红蛋白 然后白色的酱汁的话是比较creamy的那种 红色的这个酱汁是加勒威斯基酒的一个中国风的酱汁 这个鸽肉真的做的超级能 因为鸽子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其实会有腥味的 但它这个入口就是完全完全没有任何的腥味 然后一口咬下去的时候 感觉到鸽肉里面是有饱满的汁水 特别鲜嫩会在口中化开的感觉 然后表面的这个面包脆片真的很重要 它让口感层次又增加了很多 就你在嘴里一会儿感觉到是鲜嫩的鸽肉 一会儿感觉到是面包脆 我的妈呀 它中间的那一层薄薄的鸽干跟压干那个组合 就特别就是干本身脂肪的那种香气 又给这道菜增加了很多浓郁的后味 这是一个甜甜点 就是在正式的甜点之前先拿来清口的 一个米碎片 然后底下呢是雪巴 然后最底下还有一个草莓洞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开心果 然后这个酱汁是卡曼菊酱汁 要比较酸甜甜 开心果本身坚果和奶香味应该是比较足的 开心果味道还蛮浓郁的 它就是从外层然后到里面都是满满的开心果 然后不会特别特别的甜 其实法甜是很甜很甜的嘛 我其实有点担心自己接受不了 但还可以 芒果丁跟卡曼菊酱很好的平衡了那个腻 所以就酸酸甜甜的整体吃下来 还蛮适合中国人的口温 甜品之后呢还会有两个小茶点 然后一个焦糖塔 然后以及一个杂式比较经典的蒙布朗 这蒙布朗太Q了吧 小小的 然后所以我也点了一杯茶来搭配这个小茶点 尝一下这个蒙布朗 太可爱了吧 蒙布朗上层是栗子泥 中间它加了一点果酱 然后在传统蒙布朗基础上做了一些感造 小小刻的焦糖塔 焦糖的香气特别多 玉丁又那种茶感微苦 不是很甜 他们家法甜居然做的都不是特别甜 我好喜欢 所以好的米其林餐厅的话 大部分来说他们每家店都有自己独特的菜品 虽然选用的食材都是我们平常经常会听到的一些鱼啊或者肉 但是他们总能做出一些自己比较独特的做法 让这个食材发挥到比较极致 然后其实是一个很匠心的一国 他们会改变每一个细小的东西 然后所有的主菜以及周围的配菜的搭配 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经过不断的调试 因为我之前其实就会看东西大饭店 应该很多人看过 就是会感觉到他们匠心 每一个原材料选自哪里 哪里的歌会最好 哪里的三文鱼是最好的 都要试上无数次 所以你看上去呈现的是一小小的盘 其实它就是冰山一角 它背后有非常多主厨 然后整个团队以及整个品牌坚持的一些理念 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要我们去慢慢体会的 如果有机会你们下次来 就是上海旅游的话 或者说在上海小伙伴 然后要特别今年日其实可以考虑来这里一下 我觉得是那种不太会让你很失望的点 就整体还蛮惊喜的 然后中午吃这个套端18% 加15%的服务费之后应该是1000出头 然后我自己就门外点了一杯酒 然后跟一杯茶 待会买单看 应该在1300左右吧 你做绝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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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